乌克兰士兵不停往炮馆内添加炮弹 向敌军开炮 同时还能听到俄军以伊朗制无人机 对他们进行攻击 防守巴赫姆特的乌军 受到俄军激烈进攻 尽管炮火猛烈敌人好几次 差点突破防线 但都被他们打了回去 在炮弹上写下嘲笑敌军的讯息 这里的士兵持续在战壕中守住乌冬反攻阵线 而在南部的尼古拉耶夫 乌克兰士兵也面临俄罗斯猛烈轰炸 要防止乌军兵力集结 进行大规模的进攻 乌国情报评估 俄军已经没有能力在这个地区 对他们进行攻击 目前缓慢但稳定地朝赫尔松迈进 在新收复的村庄里 还能看到俄军占领时破坏的痕迹 俄军从居民住家强行搜刮来窗帘地毯 棉被枕头 还破坏学校在墙上随意乱换Z字 让民众看了很心痛 只希望尽快赢得战争 早日展开重建工作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